新北市確診個案連日破萬 市長侯友宜今天少午是來到板橋區的 江淬調度站視察 要幫防疫計程車駕駛來加油打氣 但是近期對於中央的防疫政策 地方民怨四起 侯友宜也喊話 中央官員應該多來地方看看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 今天上午到了新北市的新莊區 部立臺北醫院視察 卻是沒有通知侯友宜到場 全車內裝仔細消毒 防疫計程車來來去去 疫情嚴峻 新北市的防疫計程車 量能很緊繃 侯友宜喊話留給需要的人 市台防疫計程車 新北市一天出勤180輛 每天加起來總共800趟 侯市長尚辛苦的駕駛致意 不過PCR裁檢也爆量 台北有車來速 讓民眾不用下車就可以裁檢 新北會跟進嗎 那個速度會很慢 尤其我們裁檢人呢 非常的不方便 要跑到車子旁邊 又繞來繞過去 不如車家人來速 把大的空地停出來 給車子來停 人下來裁檢 現階段醫護忙翻 更為人員疲於奔命 人民面對各種不便 民怨也炸鍋 侯友宜要中央官員 趕快來地方看看 終於在週二上午 指揮官陳時中 到新莊的部立台北醫院 視察綠色通道 部長總算聽到了 今天雖然沒有通知我 不過來了總算是一個事情 這個一個多月的民怨 人民水深火熱 有時候我還是建議 不是部長來 中央的行政院 政治最高層 該關心這個是負責的人 更應該到第一線看 畢竟中央才是擬定政策的主軸 地方父母官也希望人民聲音 可以直接讓中央聽見 據早負責與林雲新北昌報道 給予選擇 我們會放在市場中的 去看看